2022年一台完美的城市用车该是什么样子 要够耐造跑得快还是够省钱 我觉得上面这些回答都太过于笼统了 我们接地气具体一点 一台城市用车最重要的就是效率 但效率这个词背后又包含着很多 例如不能要够快 续航要够长 用起来要够省心 够省钱 综合所述包含以上三个问题 我们想到了一个选题 究竟什么车可以更快更舒服 更省钱的带上家里的人来一趟周末之旅 为了完成上面这个问题 我们找来了一台最近热度很高 话题性很高的一台新车 东风日彩Epower轩椅 它号称是一台只需加油 无需充电的电动车 为了对比我们也找来了一台 大家所说的一台可能比较好的城市用车 广汽船级Ion S 驾驶它的是我是电动敌人 假老板 话不多说 我们立即讲解规则 比赛规则很简单 起点我们公司文冲同创会 终点 新远市市政府附近的柴火机农装 全程102公里其中 两台车出发时的续航均剩下100公里 规定200块的比赛基金 比赛中的每台车续航都必须 不能至200公里以上才能出发 而产生的不能费用过路费 均包含于比赛基金其中 最后以剩下的钱 剩余续航和比赛用时 则算为分数相加 得分高者获胜 既然是比赛 就要有奖有罚 输的人要把这次的比赛基金 还有午餐的费用 全都包了 所以假老板准备好了吗 立即开始 那通常这个比赛这个时候 应该是要设置导航 但是这次不一样 这是非常的烧脑 昨天已经看了一下 总路程是102公里 高速费用要48块钱 那如果是200块钱减48 那就是152块钱 那还要加油 那规定是一定要加到 续航公里200以上 那现在是100 那就要加多100 然后e-power轩逸的工信部 百公里油耗是3.90每百公里 那就是说我要加4升油左右就可以了 那按照现在92号汽油 是7块钱多一点 然后我在我们公司附近 有一家油站有一些优惠 然后再加上我的优惠券 大概加20块钱左右的油 就可以那这样系在一起 可能还剩下132块钱 不用想 我觉得赢定了 你好日产 嗨 我要去清远市九龙柴火机农庄 好的即将开始导航 复盘一下战局起点文冲同窗会 终点清远柴火机农庄 路线是从广源快速转 华南快速转徐广高速 全程102公里 e-power轩逸 已经进入广源快速 而Ion S还是在远点充电 OK那是时候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款车型啊 那轩逸大家都很熟悉了 那e-power轩逸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那我们不妨先来了解一下 e-power技术的由来 2016年日产e-power第一次出现在 日本市场的note车型上面 它100%纯电驱动 与全球电动车销量第一的 日产凌峰共享核心三电技术 但它跟凌峰有一点不一样的是 不用充电 只用加油 能实现以上结果 它靠的就是内氨机与高效发电机 组成的智能发电系统 内氨机100%用于发电 并且仅在电池电量不足 急效速或高速巡航的情况下 启动发电 与电池同时输送电能给电机 整套系统紧接明了 相应的就意味着效率够高 如今进到国内的e-power 已经进阶到第二代产品 整体动力 重量效率都有了大幅度的优化 而e-power轩逸 就是日产在国内 搭载e-power技术的第一款车型 那在实际体验之中 e-power的优点可以总结为 快顺竞逸 四个字 那首先快 那e-power轩逸就搭载了高功率的驱动电机 那峰值扭矩达到了300牛米 那0到50公里每小时的加速仅为3.8秒 那如果单从数据上来看 就我们今天比赛的两款车型 它们的峰值扭矩都是一样的 诶 说一诶 iOS怎么样了 喂 喂 贾老板到哪了 我刚冲好200公里准备出来了 200公里需要跑高速你不怕泡窝吗 不管了 不够时间了 你到哪里了 我都算高速了 绝对完胜不完胜 我把单给买了 你说的你不要反悔啊 那这样如此 我就放心的说 那说到快 还有一点就是它的电池 那e-power轩逸 就采用了功率型的锂电池 那它的冲放电倍率 是普通蓄能型电池的15倍 支持闪充散放 那所以它的电池 就可以一直保持在高电量状态 那电机的输出自然 就不受电池的exus影响 像我们现在正在100的时速巡航 这种工况对于其他普通电动车来说 可能是耗能要比较高的 如果是一块普通的小电池 可能踩两脚油门就没了 但像我们现在一脚地板油 加速体感依旧是没有明显的衰落 而且看一眼油耗表 好 又快又省 带一点箱啊 兄弟们 这才开了两公里 这需要已经掉了六公里了 第二个 顺 那就是动力输出够顺 那全是电驱动 那所以这台车开起来 跟隔壁那台电动车是一样顺滑的 而且这台车还搭载了日常独有的电机控制技术 逆变器可以一万分之一秒的精度 精准控制电机 简单来说就是可以抑制电机在高负荷工作时候的共振 让顺滑更加丝滑 那第三个 进 那这讲到这个就要拉上隔壁两家同围合资的日系品牌的混动系统来说 那他们的发动机启动时候的MH确实是不太可 那ePower旋翼不一样的是 它可以根据车速和路面状况 智能匹配发动机的启动时期 那根据相关的官方数据呢 相比于市面上的传统HEV ePower旋翼的发动机启动频率可以降低百分之五十 这电车没了发动机噪音 这路反而更加明显了 而且iOS这车MVH也没有做得很好啊 至于最后一个神 我们先卖个关子 最后再说 这里复盘一下战局 目前ePower旋翼已经离开华南快速干线进入虚广高速 而iOS才刚上华块 作为经历过结局的亲历者 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 之后过程就不用看了 ePower旋翼稳赢 但就现在来说 只是赢了一半 这么强 刚刚好 毋无疑问 ePower旋翼就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而且是大笔符的优胜啊 然后他的一共总用时 是一小时十五分钟零四十八秒 然后呢 相比于iOS是快了二十八分钟 所以我们已经在最后的积分榜上面 加上了二十八分 然后iOS零分 这两台车之间差在哪里也就很明显了 就是补能的时间 在目前的科技和社会配套测试的水平之下 电动车的补能条件和续航焦率 仍是一大痛点 但在ePower旋翼上面 完全的电动车价值体验 但享受的却是燃油车这样便利的配套 而且还有优于市面上大部分车型的使用成本 像我们今天这种基本全程高速的路线 理论上对电驱动车型 包括纯电车型 也包括混动车型 对他们的能耗都是不友好的 但ePower旋翼的平均友好 才4.6升每百公里 这就是ePower旋翼的省 省钱 省时 省心 好了 接下来就是紧张刺激的时候 开始算分数了 那之前说好了 为了照顾老板的情绪 如果这一项比赛 那一项我输了 这餐钱的单都是我来买 那首先先说续航里程 我的续航里程就剩下了98公里 小老板你呢 还好啦 只是差点要叫拖车而已啊 那就是多少呢 已经不显示细航里程了 哦 那我们就1比1机上分数呢 所以我的ePower水利就是98分 那iOS依旧是0分 好了 我们接下来就算钱了 我们走的同样都是同一条高速啊 那高速费同为48块钱 然后就要补我的费用了 我加油 一共用了22块4毛5 小老板你呢 我充电用了13块钱 停车费用了10块钱 哎 很明显的 1块钱优势完胜 OK 不愿先买单 1块钱也能当成优势 吃费用了3块钱 1块钱就能当成优势了3块钱